上一秒是江戶時代武士 下一秒變身開堂手捷克 这还没完 曾发下豪雨 如果输给台湾就改练投手的 日本乐天经党外野手 沉济良界 在日本职报年度颁奖典礼上演 超级变变变 只见台上一排西装 沉济良界特殊造型超抢劲 网友也被逗乐 留言区狂笑不已 短短一晚请换三套造型 妻子也特别拍Vlog 公开老公的变装花絮 小风扇 扇子 全出动 一路跟到会场 12强赛结束 Tatsumi-san大玩Cosplay人气大增 队友互相详争 则是年薪大增 这位在决赛中 遭台湾两轰炮击的 日本先发投手 与日职巨人队完成薪资谈判 年薪从1.8亿日元增加到3亿 折合新台币6335万元 打破传奇球星松井秀喜的记录 而在一日COSTER体验后 陈吉良界还不忘提到台湾 我也是台湾的Instagram 台湾的人 所以我给了信息 比赛上帮助 我会有很多 更要大家拭目以待 他的投手表现 来季节目以待 哪里会投手 我会保留 所以我希望大家 愿意带来 提供的问题 都揉述 投手球上的Tatsumi-san 究竟会在何时何地被解锁 让众多球迷相当期待 三点新闻六节一报道